我最近介绍有关不够睡会影响你的血糖上升 今次有朋友问我 他说我晚上1点2点睡第二天10点起床 我够不够睡呢? 其实以时间的长度来计 他有8-9个小时是应该足够的 但是以入睡的时间来计 这样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不正确呢? 我都睡够有8个小时、9个小时 如果我们是根据人体的生理来计 最好睡觉时间是11点前上床 10点半睡着 而11点你是深度睡眠 这个对身体是最好的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人体里面有个生理时钟 那什么是生理时钟呢? 那我就要为大家逐一解释了 最近在今年的时候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是三位人士 是Jeffrey Hall Michael Roberts 和Michael Young 这三位人士得奖是因为 发现了控制生理时钟的分子机制 而得到这个诺贝尔医学奖 诺贝尔医的委员会就说 这三位人士呢 它使得我们可以看到生理时钟的奥妙 和里面运作的情况 他们认为呢 他们的研究是解释了植物 动物和人类 如何去调节生理的节奏 是用这个来配合地球运转的步调的 这个团队呢 是用一些叫Fruit Fries 果仪是做这个研究 而得出这个结果 那这个生理时钟 其实有影响很多的功能的 好像你看的图就看到了 它包括荷尔蒙浓度的高低 睡眠、体温和各种新层代謝 这样的机制呢 就能够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 搭长途机去旅行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 应该晚上了 但是我们睡不着 因为在我们原来的地方 那时候是日常来的嘛 我们是睡不着的 那么变成这个就是时差现象 如果是短期呢 这个时差慢慢就会糾正回来的了 那么我们的生理上是并不受一个很大影响 但如果长期我们扭转了这个生理时间的话呢 是会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的 因为呢 不配合这个地球的当地的运作 那么呢 会增加很多疾病的风险 所以呢 诺贝尔大会的成员 拉斯他就说 这个研究呢 是提醒了我们 要培养良好睡眠习惯的重要性了 所以我们自帝读书都会说 早睡早起身体好 为什么要早睡呢 十点半前睡觉就早睡了 早起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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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起 这个就是生理时钟的要求了 这个呢 就是西方学者的研究 而在中医这方面呢 就更加是精细的 他认为呢 天人要合一 人的生理时钟应该是顺着大自然的规律 如果能够配合一日十二个时辰 不同状苦当令的工作啊 时间啊 休息、饮食呢 身体自然会健康的 他认为这十二个时辰 每个时辰都有应该对身体每一个状苦的相关 他说这段时间 如果你调理这个状苦呢 就能够发挥得最好的作用了 那所以呢 我们要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时辰 来到保养相对的状苦了 大家看图就很清楚了 这里呢 是分开有十二格 每一格 一个时辰的 那么时间也写在这里 我们由指时开始 因为指时呢 我们是一个的 当一个开始来计算的 指时就是晚上11点至1点 那就是属于这个 膽的 丑时是1点至3点 是属于肝脏的 接着呢 就是属于肺部 3点至5点 然后呢 5点至7点 属于大肠 7点至9点 属于你的胃 9点至11点 属于皮 11点至下午的1点 属于心脏 接着的2个小时 就是你的小肠 然后呢 3点至5点 就到膀胱了 5点至7点 就是你的神 那么7点过后 2个小时 到9点 就是心胞 而3招 就属于9点后 至11点 每一个的时辰 2个小时 每一个事实 是相对一个器官的 所以中医在这方面 它对于这个12小时养生 是更加彻底更加是 详细的 那么因为太长了 我要在另一个蝙蝠 再为大家介绍 每一个事实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才达到最好的效果呢 那就请大家留意我下一个视频啦